诗 诗人 三十年纪 和黄昏一起离开那男子 回头他还坐在下午写诗 那男子只好走回去 三脊步路走到天黑还在走 莫非他一直在诗里绕 此事藏诗里三十年 我怕别人说那男子就是我 而我不是诗人 今日为各位介绍的诗人 是来自新加坡的卡夫 卡夫原名杜文贤 祖籍中国广东 1960年生于新加坡 1985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或文学士 1986年或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 毕业后担任教职至今 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 写小说 散文 诗及评论等 诸有散文及生命的神话 中篇小说 我这烂男人 诗及我不再活着 诗人为什么取名卡夫呢 他说 我取名卡夫 正是感觉 人不能自在地活着 上下不得左右难以转身 总是挣扎在生死戏缝之间 关于卡夫的诗官 他在发表的一篇文章里 开头这么说 生命不过是一首诗的长度 接着继续说 诗是诗人的伤口 一写出来 血就流了 伤口不用说话 诗人流的血千真万确 诗人的一生 其实就是诗的一生 许多诗人遭遇的不幸 或者感受到周遭人的悲苦命运 激发了他诗血的冲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 人生是悲伤的 诗是诗人唯一的出口 他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 都借着诗发泄了 情绪也由此获得释放 诗也填补了他在现实生活 和精神世界的差距 说到这里 卡夫做了一个结论 诗即是泪的化身 不同诗人对他做了不同解读 而有了不同的面貌 卡夫继续解释 诗作为我们窥探诗人 对这个世界观感的视窗 如果接受了悲观意识 他自然就是泪的化身 诗人写诗就有如把隐藏在内心深处的伤口揭开 让人接触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认清悲剧存在必然性的目的 不是要对人生感到绝望 而是要珍惜于把握当下能有的一切 诗人对许多不平 无能为力 却无处可逃 唯有通过诗血 方能使生命 不会只是一场 毫无意义的生劳病死过程 也才能超越生死而存在 诗仅是诗人身上的伤口吗 不 卡夫说 诗人把伤口进化成出口 伤口就不再是伤口 不但抚平自己的忧伤 也获得重生的希望 我不再活着 是卡夫第一本诗集的名字 他说 不再活着 不是指生命意义的结束 而是很多时候 我并没有活着 灵魂早已宣告死亡 幸好我还能用诗 书写悲伤 有些人活着 其实早已死去 因为他的灵魂已不存在 形同行尸走肉 我说 我不再活着 可以对照我笔名的意思 还有我的诗观 人生是一场悲剧 悲剧让诗人有了力量 去寻找出口 至于诗人说的 人生是一场悲剧 并非要读者 存着悲观看待人生 反倒是要读者 接受苦乐人生 本来就少不了苦的事实 且终有离开世间的一刻 无论是活着时 面对的挫败与伤痛 或是死亡前 面对的遗憾与不舍 多少都会伤悲 若在观照诗人说的 认清悲剧存在必然性的目的 不是要对人生感到绝望 而是要珍惜与把握当下 能有的一切 这灵魂早已宣告死亡的灵魂 应该是指当初悲痛的那颗心 不让心陷在悲伤里 而让它借由书写成一首诗 来走出阴霾 关于我这样的解读 也以获诗人本身认同 听完以上卡夫的诗官 相信听众不难感受诗人 他既感性又理性的性格 如果说以一首诗 跟他的诗官连结 你会如何解读呢? 我就先以一首表达自己的联想 诗 诗人 三十年纪 和黄昏一起离开那男子 回头 他还坐在下午写诗 那男子只好走回去 三级步路 走到天黑还在走 莫非他一直在诗里绕 此事藏诗里三十年 我怕别人说 那男子就是我 而我不是诗人 我是这么联想 黄昏是一天即将结束时 这首诗里 仿佛是诗人打算结束那三十年的写诗模式 虽然 脚步已经离开 但总不舍那个痴情在诗里打转的自己 毕竟那也是他 另一个他 与他生命串联的他 想毅然决然舍弃从前那个 为了一首诗而绞尽脑汁的自己 然而 过去自己创作的习惯 再怎么令现在的自己叹息 总还有惺惺相惜的怜悯吧 毕竟都是因为诗 都想成为诗人 或许这男子终究还是消失在黄昏里 并在下一个黎明出现 那时他仍是诗人 有了新方向的诗人 他真的想成为诗人 但不再只是为了成就一首诗 才作诗的诗人 不是判命思考 用哪些词汇完成一首诗 而是用真感情书写真实生活 戏 日子受成风 也无处转身 人有百步 声音张牙舞爪 挤满所有时间 繁锁了眼睛 要我不能有梦 出走的右耳 留下左耳 不做抵抗 想象远方有光 已经拖我跃出困顿的身体 方觉 即使是针 也穿不出天地的缺口 我不再活着 倒念无有卡夫 诗 是诗人的伤口 一写出来 血就流了 生命不过是一手诗的长度 伤口不用说话 诗人流的血千真万确 快到天亮 方觉被灵池后的梦 所剩无几 所剩无几 顾不了风雨 十面埋伏 我仓皇逃出找路 黑夜没有松手 影子也不放过 五十年累劫 一夜如何能静 我用线血 测量与你还有的距离 不禁自问 天还会不会亮 我的诗来得及赶上这场葬礼吗